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伙伴 如果你的小心脏准备就绪 今天小编就带你体验一下世界上最陡的过山车 估计会有网友兴奋地说 是不是屋于英国的约克郡弗拉米沟兰的游乐园的Number Jumper No 小编只能说你out了 没错 神秘慢波过山车曾是凭借世界上最快的下降速度 以及112度的陡度 在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宝座上待了整整两年了 可目前这个全球最陡过山车头衔已经被取代 下一个王者已诞生 它就是高飞车 高飞车位于日本富士级游乐园 这个全新的世界最陡的过山车共有7个大盘旋 轨道长度超过1000米 最大高度差达到43米 高飞车采用一组用于汽车上的线性动机 同时借助地心引力 让游客获得121度自由落体的快感 它的速度可达到100公里 因为游客在沿着陡峭的斜坡俯冲时 人是处于失重状态 非常刺激 唯一遗憾的是如此令人心跳的过山车 跑完全程 只需短短112秒 但是此过山车仍不是全世界速度最快的 实际这已经很好了 万事万物不可能那么完美 再快估计心脏都要炸裂了吧 据说这个游乐园已经获得13个吉尼斯记录了 再加上这个过山车 恐怕已经无敌了吧 或许这个游乐园因为拥有这么多世界记录 在世界游乐场都独一无二 小伙伴们 喜欢惊险刺激的你 想不想赶紧去体验一把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获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